好 各位同学刚才谈完了创意是什么 然后也透过简单的案例来介绍 什么样子的东西才是一个创意 那刚才有提到创意就是一个天堡行空的一个发想 然后非常疯狂的创意 但是离可行性 还有一点点小小的距离 这个就是我们的创意 那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创新的定义 什么是创新呢 就是透过现有的资源跟技术还有材质 我们透过这样子的重新利用或者是再设计 让它产生一个可以被执行的 或者是可以产生一个新的创意的一个商品的过程 然后同时达到公司跟组织也可以获利的一个过程 这个就是一个创新的定义 那接下来我们要提几个案子 像这一个这一张影片里面所提到的 一个很可爱的一个手机做的 再加上一个桌上公仔的一个感觉 原本这个材质是一个很工业用的工业用材 甚至是很不起眼的工业用材 或者是都沦落为包装的防状的一个用材 可是我们透过这样子的这个材质重新再利用 透过现有的技术或者传统产业这样工业的一个新的技术 重新再改版再重新运作 我们把它设计成一个可以拿来架手机的一个手机座 而且同时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桌上小物 也来达到一个疗愈的一个效果 像这样子的一个 透过现有的传统工业的技术再运用 产生一个新的传统产业的一个设计商品 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创新的过程 因为我们把原本的材质重新的redesign 重新的去给它包装 重新的给它诠释 让它呈现一个新的一个生命 然后同时也可以获利可以来卖钱 然后也可以重新的找到这个材质新的一个出入 那这样子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创新的过程 那再来另外一个就是 一样用这个材质设计成一个灯罩 这个灯罩也是透过这个发泡材的这样子的技术 它的缓冲缓防撞防摔这个材质的特性 我们把它设计成一个 不需要任何工具安装的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小桌灯 然后这个小桌灯摔到地上 最棒的地方就是灯泡也不会破 因为它本身的材质特性就是防撞防摔跟防震 同时也可以防水 所以透过这样的传统工业的技术 也可以设计成一个很不错很原创新的一个灯罩 那这样也是一个创新的一个过程 那再来就是 刚才透过了那个手机座跟可爱手机座 然后还有摔不破的这样子的灯 桌灯这样的灯罩 这样子的创意的发掘跟重新的创新的一个执行 其实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破坏式创新的一个过程 就是透过材质的特性的运用 再加上与市面上设计产品的一个不一样的差异 然后最重要的是 透过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方法 对了 我们以人为出发点的过程去做切入 就可以产生出一个很棒的一个商品 而这商品也就是一个 现在大家最常听到 也是一个趋势性的话题 就是它也是属于一个破坏式创新的一个过程 然后 感谢观看